神舟13号航天员在太空当中的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 就是要完成各项载轨实验 那么这些实验获得了什么样的成果呢 一起了解一下 这个神舟13号任务呢 我们在12的基础上完成了20余项科学实验 这些实验呢 一方面围绕着航天员的健康监测的新技术 另一方面围绕着科学的新知识新发现 还有呢第三方面就围绕着数据积累 完成了一系列的创新研究 空间站的太空失众环境 为人类开展生命科学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 依托中国空间站 我国在神舟13号成组载轨期间 首次建立了空间条件下细胞的长期培养体系和细胞模型 利用这样的体系和培养模型 科研工作者完成了几项国际领先的生命科学实验 我们完成了国际上狩猎的 从人体尿液中的身上皮细胞 通过基因重编程的方式 把它转化成生机勃勃的 具有多种功能的干细胞 又分化成为心肌细胞 通过这个基因编辑技术 编辑了一个荧光蛋白 那么通过荧光蛋白的这个荧光 我们就看到在收缩过程中 钙信号的闪烁过程 这也是国际上第一次 那么看到了心肌细胞 美丽的这个收缩的过程 利用心肌细胞对重力敏感的特性 科研工作者根据航天员载轨实验观测 比对心肌细胞在重力条件下 和失重条件下的收缩过程 收缩特点 以便更好地解读 失重对人类的影响 那么这个技术呢 一方面可以来了解我们心血管变化特征 失重条件下的 另一方面呢 也对于大众健康 人类的再生与衰老 包括人类的长寿和心脏病的发生 提供了非常好的实验模型 此外 依托中国空间站和神舟13号 我国科研工作者还完成了 国际上首次皮肤干细胞 长期失重条件下的悬浮培养实验 就是它的细胞呢 是在我们的一个这个小房子里 那么这有四个通道 那么在这里边的生活 那么这个细胞呢 可以在我们这个体系里 长达一个月30天的细胞的生存和存活 为我们进行长期的 这个失重条件下细胞研究 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平台 专家介绍 开展这样的细胞空间实验 将有助于人类更好的认识生命 突破自身 我们还有一些特别 比如说衰老啊 分化呀 为什么我们就干细胞 对于为于人类的健康 那么提供很重要的基础的科学支撑 我们航天员要想飞得更远 飞得更健康 和我们的航天医学 这些不断获得的新收获 新认识是密不可分的 只有这些新生活 新认识越来越多 我们对航天员的支撑作用 才越来越强 在增加点 在增加点 尝识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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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增的